今天呢,去讲一讲关于学习方面的一些技巧 我发现呢,在学习上面,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会焦虑 人呢,无论是在学习时代,还是在他成年之后 始终无法逃离焦虑而自 在你学习的这个期间呢,时间跨度的很长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 甚至要面临你步入社会之后的一些加强的自我的一些培训 一些技能 但是很多人他都无法逃离这两个字,就是焦虑 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经验 为什么说我们学习会特别厌烦 不太愿意学习呢 我们在学习之前呢,肯定会背完这篇文章 我就会想,如果我忘了该怎么办呢 背完这个单词说 哎哟,我要忘了该怎么办 要反复的去背啊 反复的,其实你真正去背的时间呢 没有你去思考,去焦虑的时间长 始终呢,始终呢,就对自己是否能够记住这些单词啊 或者是课文啊 抱怀疑的一种态度 始终在焦虑当中 慢慢呢 听到学习就特别的厌烦 或者说呢 嗯,你在学习当中呢 会有一种 嗯,人性 叫做完美 什么都求完美 比如说 老师按照进度去讲 啊,这个课程 假如说你这堂课当中你 一个地方啊 没有,没有那个 听懂 那么后面的你根本就是 赶不上趟了 你就完全就丧失了去 学习下去的这个信心 人呢 大部分也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就是一种人性 我觉得 就像这张牌一样 这张牌呢 是星辰 这是一张能够去 治愈自己的牌 后来我通过 呃,去了解一些牌翼呢 这张牌 能够去治愈自己 所以说我觉得 很好 真的很好 我见过那种 太多的太多的人 他们首先 呃,学任何东西啊 学医啊 给别人去看病啊 包括 塔罗啊 给别人去 去占占卜啊 但我反过来去想一想 一个人如果 学医之前 无法去看自己的病 无法去拿自己开刀 或者是在占卜之前 他无法去治疗好自己身上的东西的话 那么如何去 给别人去看病 给别人去治疗呢 所以说我比较喜欢这张牌 你不要从表面的这张 呃,这种东西去说 啊,这个,这张牌从表面上 有一些不堪入目啊 不是这样的 这张牌 内含着很多心灵上的一些东西 特别是像韦特塔罗 韦特塔罗牌 它都是 内含的是一种 心灵上的一种东西 它的 画面上的每一些东西啊 都包含了一种 潜意识的一种存在 像这些星星呢 像这些水啊 像这些远方啊 这些东西都是有内含的 它一张图片上 都会有潜意识去告诉你的 塔罗牌 是能够去治愈 啊,是治愈你 是因为它让你去 静下心来 去了解你自己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的问题是什么 好好的去分析它吧 希望这张牌呢 同样也能够治愈那些 有各种心理问题的人